今天來聊聊最近又新出了哪些自行車產品 這陣子其實也出了蠻多新產品 有些只是讓原本就很棒的再變更棒一點點的主流產品 也有一些是比較另類讓人看得有點小小驚訝的 其實每次看到有非主流的都會覺得很有趣 先來看看這個有趣的踏板吧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說過這個MacPad踏板 最近他們出了新的蠻奇特的公路車踏板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品牌之前的招牌產品 這個叫做MacPad Enduro 是已經上市一段時間了 在這類產品裡面算是賣得蠻不錯的 你看這個踏板的概念就是用磁鐵來吸住卡鞋 踏板上面有圓圓的磁鐵 兩邊都有,算是兩面上卡的 之前這個Enduro款是配合登山車卡鞋使用 標準的登山車卡鞋下面是兩個螺絲孔的 就是在這兩個螺絲孔上面鎖上這個鐵片 然後踏板上面的磁鐵就會吸住卡鞋上面的鐵片 概念就是這麼簡單 記得沒錯的話官方的說法是這個磁鐵有15公斤的吸力 所以只要腳差不多在附近 踏板就會吸到它該有的位置上 據說是蠻好用的 其實這個磁鐵踏板的概念 古時候就有了 也有別家出這類的產品 但是這家MacPad算是其中商業化算比較成功的 最近他們又出新產品了 就是這個公路車版本的 外型是不是還算蠻正常的啊 蠻像是一般公路車卡踏的踏板 重量也是類似一般公路車卡踏的踏板 這個公路車版的就是要配合著 三個螺絲孔的公路車卡鞋使用 這邊還有一個Flow的設計 設計的還算蠻精緻的 他們當初設計這個踏板的初心 就是磁吸式的拖卡比較容易 根據使用過Enduro款的人的說法 在慌張的時候只要一掙扎就可以拖卡啦 在某些情況下是相對比較安全的 或者是說對不熟悉的人來說比較不可怕 感覺還蠻有意思的吧 不知道真正會想要體驗這類非主流產品的人 會有多少 接下來這個也是很特別的踏板類產品 是SRM最近才剛剛上市的功率踏板 叫做X-Power 特別之處是它是市面上少見的 Shimano SPD功率踏板 一直以來都有不少人想要這一類的產品 市面上也一直有人宣稱要做 但是都沒有真正做出來 這個應該是第一家主流公司推出的 Shimano SPD功率踏板 這個SRM品牌是自行車界的最高端品牌之一 在古代Garmen跟Pioneer都還沒有做功率系的時候 環法比賽時公路車上裝的都是SRM牌的 這個X-Power並不是SRM的第一個功率踏板 他們之前就有出公路車上的功率踏板叫做SRM-Exact 基本上就是像Garmen跟PowerTab的功率踏板一樣的東西 只是因為它是SRM牌的 所以稍微感覺比較華麗一點 這次的這個X-Power就真的是蠻有趣的 因為不只登山車與Grabble Bike裝SPD踏板 真的也有蠻多人把SPD踏板裝在公路車上 實際上公路車踏板跟登山車踏板性能差異很少 傳動效能理論上只有不到1W的差異 其實即使完全沒上卡跟有上卡差異也很少 已經有很多單位做過這類的研究 以300W的人來說有沒有上卡 傳動效率只會差2-3W 算是裝備中差異比較小的 鏈條有沒有清潔上游都比有沒有上卡差異更大 就是說如果您的戰鬥力是300W 你的朋友是290W 您不用上卡也可以完全很輕鬆的跟它騎在一起 如果你原本騎不過你朋友 也不會因為你換比較好的卡鞋而變得比它快 所以對一般非職業的人來說 上卡比較屬於是舒適型的裝備 因為長途騎乘中 穿卡鞋通常是比穿球鞋舒適的 聊一聊就漸漸離題啦 那回到這個SRM的功率踏板 這個SRM牌就是以很貴為特色 我之前聽說有人想要登山車卡踏的功率踏板 但是市面上沒有在賣 就自己DIY改裝 使用的料件就是以價格實惠的 ASIOMA功率踏板為主 因為據說ASIOMA的踏板部分是台灣XPEDO代工的 它跟XPEDO的登山車卡踏上面 用的是同樣軸心的尺寸 所以就把ASIOMA的踏板部分拆解下來 換成XPEDO的登山車踏板 這樣就改裝成功啦 感覺上超厲害的 也可以知道世界上是真的有人極度想要這一類的產品 再來是這個EASTON才剛剛上市的EA70伸縮座管 這個一樣是把登山車流行的產品 放到GRAVO Bike或公路車的概念 這幾年來啊 登山車最流行的改裝就是加這類的伸縮座管 基本上我們台北人比較少騎登山車 所以並不一定知道 同一個人在公路車跟登山車的座高 通常是不一樣的 登山車的座高啊 會放得比公路車低 通常越下坡型啊 或者是適應地形 越困難的登山車喔 座高會低更多 這個跟屁屁還有淡淡的安全性啊 以及重心是有關的 但是座太低也是一個問題耶 座太低對關節啊 還有出力的效能都不好 所以登山車就出現了這類的伸縮座管 基本上的用法啊 就是在平地跟上坡時啊 是升高的狀態 然後在下坡的時候啊 變成降低狀態 EASTON現在出的這款是針對 GUAVO BIKE 尺寸是27.2 這個尺寸規格比較多 是GUAVO BIKE跟公路車在用 主要的賣點啊 也是它是市面上比較少有的 27.2伸縮座管 如果您的座管啊 是27.2的公路車或 XC登山車啊 現在就多了一個 伸縮座管的選擇啦 我知道市面上還有另一個牌子之前 也就有做27.2的伸縮座管 就是這個KS牌 好奇的人啊 也可以買這個KS牌來玩玩看 這個非遙控類型的啊 安裝比較簡單一些 那之前幾個英國公路車媒體 有做了一些測試啊 結論是啊 公路車下坡時啊 坐比較低真的是比較快 也比較有安全感 那如果你只是想要試試看 下坡是不是坐比較低啊 真的重心會比較好啊 也有很簡單的方法可以試 你可以用這個 或者是這個 但是我勸你不要一次改變太多 因為有的時候啊 不習慣啊 反而變得更危險啊 既然已經聊到座管了 那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這類的產品 這個是已經上市一陣子的 Redshift避震座管 雖然有點另類啊 但是這個牌啊 也是在避震座管中小有名氣 它可以給你3.5公分的避震行程 平行四邊形的關節設計啊 號稱是比垂直設計更敏感 避震器的軟硬度啊 還是可以調整的 以前這類舒適型的產品 都是用在淑女車上面的 現在做的這麼精緻啊 放在公路車上啊 真是感覺蠻趣味的 這個Redshift公司的成名作品 是跟這個座管搭成一對的龍頭 你看這個是不是也蠻有趣的啊 那就是一個可以彈來彈去的避震龍頭 造型跟一般龍頭也很像 可以裝在標準的公路車上面 變成便宜版本的 Specialized Future Shock 當然他們的設計方式是有很大不同的 但是意念上應該是很類似的 當然這個也是設計給公路車用的啦 因為登山車已經有避震前叉啦 自然是不會需要這個 那這個Redshift龍頭啊 加上Redshift座管啊 也讓我想到啊 Track Domani的雙避震器公路車概念 所以想一想在公路車上面裝這套啊 好像也不算是非常誇張 是吧 然後這個月啊 還有新上市這款主流產品 WAHOO KICKER 5代 這個是市面上啊 最主流最棒的訓練台之一啦 之前那個4代啊 已經上市一段時間啦 所以很多想買WAHOO的人 都在等著出新款 外型啊跟之前是一樣的 有稍微改變的地方喔 是底座上面加了這些彈性的角膠 據說這個彈性角膠啊 可以增加一點左右晃動 讓其訓練台的人啊 感覺到比較自然一點 還有功率的準確度啊 從正負2%啊 變成正負1% 還有功率器啊 有了自動歸零之類的功能 簡單來說啊 就是比已經很好的上一代 還要再稍微更精緻一滴滴 比較有趣的是 另一家訓練台公司 以利出的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叫做 以利SteerZor Smart 英文Steer啊 就是控制方向的意思 我猜這個產品的義大利名字 SteerZor啊 也是差不多的意思 這個就是給你玩Swift的時候啊 放在前輪的 它會送訊號到遊戲裡面 然後你就可以在遊戲裡面轉彎 像是要躲在誰的後面 還是要從哪一側超車之類的 它當然不是像GTA一樣哪邊都可以去 你沒有辦法把人撞倒 或是騎到路以外的地方 但是感覺上啊已經變得越來越有趣啦 好啦 這就是最近推出的一些自行車產品 其中有讓您覺得很不錯 真的是好東西的產品嗎 或是有什麼產品是感覺很胡鬧 一定是很奇葩的人才會去買的呢 非常感謝您的觀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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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寵敬佛 org 這個就是怕狀術 就是怕狀術 這個就是怕狀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